香港寧富基金管理人 道富环球在本周内 是180度的态度的大转变 而昨天也是声称 将重新的再次覆盖 横止所有公司 不受美国制裁约束 那么道富为何改变此前 不再交易被制裁公司的 一个决定呢 那么中美博弈 美资企业遭遇的困境 是否还会继续地扩大 那我们投资者 现在应该怎么来 去看待目前的一个局势 我们立即来连线 一个NASA资深财经评论员 李倩文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倩文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首先就是拥有 最多香港投资人 青睐的这个盈富基金 它在本周呢 就是您能不能帮我们 整个先梳理一下这个事件 因为它的态度啊 来回的转变 所以跟我们的这个朋友们 简单地来梳理一下 这个过程 的确就是在短短的几天之内 我们看到在香港 整个公开发行的市场上 可以说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一支这样的一支上市的 交易的基金产品 可以说是经历了 一个峰回的路转 那么大的背景 其实还是我们看到 在去年11月份 由特朗普颁发的 政府的一个美国制裁令 持续的发酵 其实从这个制裁令 颁发开始 我们就已经感受到 在市场当中 众多美资公司 包括给美国的客户 提供服务的 这样一支管公司 他们的这个心情 都是非常忐忑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美国的制裁令 其实缺乏一个 非常严谨的一个论述 那么各家的合规和法务 其实都在尝试 去保护自己公司的利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前提之下 其实就引发了 一连串的反应 那么最先开始的 一个变化 其实我们就是看到 全球的指数公司 比如说像富士罗素 比如说像MSCI 这样全球领先的指数公司 由于它的商业条款当中 确定了 如果有制裁的公司的话 它是不可以涵盖 这样的制裁公司的 相关那些证券的 所以在而然 他们能够在下一个阶段 紧接着12月份 当中的几周内 迅速地去宣布 他们希望自己的指数产品当中 能够剔除掉 相关的制裁公司 那么这样 由于全球指数公司的 这样的一个持续的推进 其实对于 很多追踪 很多追踪 全球指数的 这样的一些 中美自的公司 可以说 都是松了一口大气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可以对市场 有了一个交代 那么他们可以说 是因为指数公司剔除了 所相关的制裁的证券 而他们 只是跟踪 指数而不会形成 对指数跟踪的这样的一个误差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赢富的难点在于哪里 就是赢富他所追踪的 恒生指数 恒指公司 其实是并没有 去遵从美国的这个制裁令的 那么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 道富在周一的时候宣布 他自己其实是 涵盖到了美国制裁令的 这样的一个主体 他认为自己是 所谓的美国人士 或者是美国公司 那么受到限制 他是不可以交易 制裁公司的证券的 但是由于他追踪的 恒生指数 仍然在囊括 这些制裁公司的证券 所以在他的层面上 他只能宣布说 我停止接收 新的来自于 美国投资人的投资 同时他也警告市场说 未来他的这个产品 会产生比较大的追踪的误差 那么当时市场一出 周一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哗然 因为在一个系统性 在香港这样的一个 公开发行的 这个ETF的市场 营赴基金的规模 和他的受众 其实就是我们广大的 香港的中小投资人 可以说 他是具有系统性 重要性的一个金融产品 而且很多的 我们在市场上的 比如说一些 一些warranty 还有一些期货的产品 其实都是根据 营赴来进行制造的 所以整个市场当中 其实就有很多的 这样的疑问 那我相信 其实营赴也是受到了 更多的来自外界的 这样的质询和压力 那么紧接着 我们在周二和周三 看到了来自于 这个独立股评人 David Webb 对于是否要 置换我们的 营赴基金的管理人 这样的一个讨论 那紧接着我们在 我们在昨天又看到了 这个任志刚 来自于这个 非官首的 这个 我们的非官首的 这样的一个议会成员 那他也的确提出了 我们需要认真的去看待 如果 道夫公司 他没有办法能够 完整的去追踪 这样的一个指数 这是他的最主要的 一个商业的义务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考虑 去换掉营赴公司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压力 和背景下呢 我们看到在昨天下午 收视之后 营赴公司再次的 发布了一个公告 指出 他还是会继续 去紧密的追踪 我们的恒指 那同时也就是宣布 他有可能会违反 美国的制裁令 而以美国公司的 这样一个身份 来继续的这样去交易 制裁公司的股票了 所以可以说是在三天之内 有非常大的一个转换 就是 另外我们看其他 这个ETF管理人 和美国公司 都选择了什么样的方式 来应对这样的情况呢 对 在这样 在营赴的这样的一个 高光时刻 可以说是全市场的目光 都关注他的时候 更多的我们的资产管理人 和资管公司 其实都在问自己一个问题 那我作为可能遇到 类似情况的这样的一个公司 会不会陷入到 跟营赴一样的困境 那就我们目前来观察看 和专家的沟通来看 其实可能是因为 营赴基金本身 它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特殊的历史意义 和它的定位 它对香港投资人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和其他的 由公共市场自己发行 基金管理人 自己募集的这些基金产品 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所以暂时我们还是没有看到 这样的一个 像 施行美国制裁的 这样的一些管理人 而进行施压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大的范围 那再回到主持人问题 其他的ETF管理人 和美国公司都选择了 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呢 目前我们观察到的 由于大部分的 美国的ETF公司 还是使用的是 全球指数公司的产品 那由于全球的指数公司 已经在早先阶段 就决定剃除掉 这些被制裁的公司 所以对他们来说 其实只是遵从一个 商业的决定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困难 那么其实这个还要涉及到 我们看到在全球指数公司 纷纷同意这个制裁决定 纷纷遵从 这个制裁决定的 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看到在中国和香港的 我们这样的一些指数公司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决定和决心 来不遵从美国的 这样的制裁令的 所以这可能会对 我们的中资的ETF公司 会有进一步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同时跟观众们 来一起进行分享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 千万这一段时间 为我们带来一个详细的解读 谢谢您 好的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后马上回来